鴻湖马公室的一间邮局 在上午传出抢案 嫌犯满身酒味持美工刀 一进到邮局就大喊要抢劫 不准报警否则就要伤人 还好警方在短短一分钟之内 就赶到现场压制住男子 结束了这场精魂剂 红衣男子大傲大白走进邮局 只见他手里不断挥舞美工刀 大喊要抢劫 还威胁要伤人 没想到下一秒迅速被远警压制 抛下 抛下 远警大声后斥 男子趴在地上没有过多反抗 但身上却散出浓浓酒味 他是就是手上拿东西 这样要大包的东西 我听到的是我要抢劫啊 不要报警 不然我就要杀人了 他就是有灰毒一个 宇航员回想当时场景 海金魂未定 182号上午事件夺澎湖马公 这名朱姓男子 酒后竟持刀到中华路上的 这间邮局抢劫 嚇张行径吓坏民众跟航员赶紧报警 这个邮局的航员 通报说有人持刀抢劫 我们同人接货之后 在一分钟之内 我们就同人到他现场 大白天男子进酒后 持刀抢劫态度很嚣张 只是不到一分钟就狼狈落网 至于刑场原因 害意有待警方调查理清 记者澎湖综合报道 我先说 我先说 好 我先说